赛曼会精英杯B组赛事在釜山道运动场上演 军热北区,对标准流浪 两队在精英杯B组未尝一败,不败之施 亦是两队今季首次碰球,红衣服就是军热北区 开球阻断,肯迪这球给左边的林洛琴制造了个险象 林尿泰省中门将陈冠生出界 接着这一下,刘志乐的单刀被柏道拉跌 结局局局面王牌,亦是一个罰球 要好命,罰球的主力射高了 转头来到军热北区的攻势 肯迪,一个扣过,但被后备入体的赵正宇阻挡住 接着,军热北区一下宝射 但射过去,又是高出了 射球就是戴梓軒 军热北区的U22球员 标准流浪,在上半场的尾段 军热梦室爆上去,但被北区的队长何振廷 就拉跌了,两队当时有点发生冲突 给了一个罰球 射过去,亦是太棒了 给军热北区的门将张桂华接受 结果两队上半场是0比0的 下半场回来了,这一下肯迪在左边 力压,这个光本凌人,传中 结果给王伟角 这个门前,射成1比0 这球由于标准流浪,两个后卫,金文斐 和林唐真,都上了助攻,回不及来 就给军热北区一个反击的机会 在54分钟,军热北区就凭王伟角射成1比0 接着,另一下的攻势 这一下,球证给了一个罰球军热北区 肯定射过去,但又可惜高出了 肯定前场表现相当活跃 然后标准流浪,下半场换入了基南马 赵正宇,这球接应基南马的头锤 抽到窝里,射中门处 可惜没有队友保射 标准流浪的一次自由球 欧阳耀聪在门前空闪的情况之下 把握到一个机会 继续联赛会杯之后 再一次为标准流浪建功 下半场是80分钟 结果欧阳耀聪为标准流浪攀平 两队打成1比1平手